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去这2023年这一年 国际局势里面的财经大事大概有哪些 我们先请余凡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嗨 大家好 我是余凡 很开心又来上简单看世界的节目 和大家口中相会 非常非常欢迎余凡 因为余凡本身的财经素养 跟他的新闻经验 让他的国际财经的解释 或者是一些阐述都很有意思 那余凡我们在 就我刚刚开场在讲 国际财经大事 那你 本身今年一开年 你有对今年一些财经 有什么感想或是预测什么的吗 今年吗 今年 今年 2023年 2023年 今年 似乎好像没有 没有 但就是有人有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有谁有吗 因为像有时候啊 大家都会有一些 媒婆 不是媒婆啊 那个叫什么预测的那些 灵媒 然后或是 是不是印度有一个小朋友 就是也是说 什么预测的很零准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2022年底的时候 就是有预测 保加利亚有一个那个 龙婆预言家 他其实就有预测 他是不是 他其实好像蛮准的 眼睛看不见 对对对 好像眼睛看不见 通常都蛮准的 就是他有预言那个 911事件嘛 英国托 还有那个ISIS这些 然后就还蛮准的 他都成功预言的 对 然后他有预测 2023年 就是有 人类有一些事情会发生 就包含说 会有一个 太阳的海啸 就是说太阳会释放 有很强的能量 就是会有造成 大家有一个 停电啊 或是通讯中断的 一个现象状况 还好目前看起来 还没有发生 然后另外 希望不要发生 当然希望不要 他预测的是 几乎都是希望不要发生 然后还有就是说 有一个核电厂会爆炸 希望也不要发生 这个更不能发生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 生化武器的使用 对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 还有一个创新发明 但目前看起来这个也不会 就是说 有个基因的技术 但我觉得AI有可能 是不是他讲的是这个 有可能哦 现在AI真的是无所不能 对他就说基因技术 可以决定 以后爸妈可以在基因 就是实验室里面决定 小朋友的一些发色啊 我觉得基因编码很好玩耶 生理特征这些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可以把缺陷的基因 把它编码编掉 对对 像可能 对那这些可能就说 未来有可能 这个基因技术可能就是 未来的 只是我们 当人类在扮演上帝的时候 都会有代价了 对啊对 这个也是 就是会有一些 反馈出现 对对对对 双面认 对啊 那希望他都不要 那个发生啦 对对对对 希望是辛普森 但反而感觉像辛普森家 家庭最近 蛮蛮厉害的 因为像最近大股翔平 不是去到期17号吗 这个居然真的有成功语言 这个也蛮厉害的 他一天的薪资 680万台币 对啊 一天 听说他在睡觉的时候 都在赚钱 他眼睛闭起来都在赚 对 人家是神啦 没办法 对对对 那真的没办法 好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2023年的国际财经 那如果今年 选一些财经事件 于芬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 嗯 我就近期啦 下半年 这一两个月印象很深刻 就是台股超越港股 这个我觉得这个 蛮有历史意义存在的 就是不只是 资本市场的一个展现 也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展现 第一次吗 当然不是第一次啊 就是说 我们回头看台湾 跟香港的这个股市的部分 其实我们台湾在 很久很久前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爸爸妈妈投资的年代 那时候1986年的时候 我们有上过1000点 那那个时候就是 千点就是 很了不得 就是尬的 就是什么 包含金融股 那时候蛮多的嘛 当然是看着 当时的经济的一些趋势 能上到千元股王的 就是一定有 那个产业的代表性 1986好像还没解研 哦真的哦 我不知道 还是戒研 我可能太凶 那时候我国中 好像还没戒 还没解研 还有宪兵的时候 对 然后到了 过了四年 其实那时候也有 创新高 那当时呢 到19 那时候我们那时候 创新高的时候 19 1990年的时候 1200多点的时候 就已经超越港股了 但是随后我们就是 荡了下来 那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因为 香港当时因为就是 四小龙也慢慢崛起嘛 所以那时候 经济状况也是越来越好 那当然我们就是 急起直追 那像现在呢 到了1992年开始 就渐渐的往下掉 那直到现在 我们都在 1600 1700 1800 这几年来 就是相对涨失惊人 那当然就是因为 我们科技股 有一些表现的存在 像其实有一些都长得很多啊 像台积电啊 或是 呃 广达啊 像最近 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也蛮 蛮有符合 现在的一些趋势存在 那这个当然是因为 台湾科技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疫情期间 呃 需求 对啊 你笔电卖得多好 嗯 因为大家都要在家里开会 开会软体 对对对对 通讯软体 对对 那有一些 网 当然你要开会 你的5G啊 网路啊 这些设备就要好了 对 当然就是会带动 整个产业 就是发展 但是呢 相对我们一些 呃 金融股啊 金融类的 或是一些传产类的 反而就是 表现没有那么出色了嘛 对不对 呃 但是航运股还是很强劲 哇 大家一记游戏 应该记得这两年的塞港 对啊 对啊 尤其这个年终 大家领得好 好羡慕 我也好羡慕 对 那我觉得蛮 蛮有符合我们现在一个 情势的 那你说今年 嗯 香港为什么会不好 大家都知道吗 就是因为 中国经济不好 那再加上 香港这几年 因为国安法的状况 很多人都 慢慢的淡出 哦 甚至说逃难 可以讲逃难吗 就是离开香港 是逃难啊 对对 而且李嘉诚 我很佩服他 呃 对 他就是把他的房地产 七成又出售 对对对 那这 显示说 其实 呃 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 中国经济不好 会引到香港 嗯 那尤其是房地产这个方面 所以李嘉诚其实就赶快 处理掉 那这个大家也会预测说 哎 那香港是不是 呃 房地产也会慢慢的 走跌下来 那这个还是接下来可以观察的一个重点 那其实我觉得国安法当然是很 很很重啦 就是影响到香港的经济 像因为我在疫情前就是有去香港采访 嗯 两个礼拜 嗯 就是呃 游行啊 抗疫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你在这样 去采访反送中 对对对对对对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其实你说 呃 一般的民众 国 香港人对自己的政府 港府没有信心 哎 这次是不是那个 港府的那个 特首 大家也很冷淡 就觉得是中共 选的 不是我们自己要的 这样子 他就是一个那个警察头子啊 对啊 嗯 然后那你包含就是说你在抗疫的这个过程中 那一般的店家啊 也会有受到波及 然后再加上外资 因为以前大家都会觉得香港就是一个金流中心 中环上环这个地方 亚洲金融中心 对 甚至是世界金融中心 对对对对对 那你现在一定会受到波及吗 那这个钱转运的过程中 会不会移转到新加坡 或是说希望来台湾啦 嗯 就是 对对对对 来台湾都不要不要都去新加坡 我们很安全 对对对对 我们很安全 所以就是当然会受到他们的江湖地位 就会受到影响 这样子 我要呼应一下于凡 因为国安法确实对香港影响太大了 嗯 嗯 嗯 国安法可能听众朋友很难想象 但是 当一个政府 他凡事所有的施政都以国安 而且都以你的言论 或者是你的文字 或是甚至著作去当 呃 你的所有审判考量的时候 那个很恐怖的 就是有点类似文字语了 然后当你想想看一个 如果一个经济环境要让它开放 你当然是越自由越好 嗯 那你设限这么多 而且像刚刚于凡说的 如果当地的居民都心生恐惧的时候 嗯 你怎么可能会好好做生意 好好做事情 嗯 然后我刚刚说我佩服李嘉诚是因为 他也许有嗅到了一些香港政府或是北京政府的改变 嗯 那可能对他的未来的经营或者是生意 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所以他宁愿这个时候自己先处理 嗯 他不要等到 假设哪一天被迫处理的时候 那个很难堪 而且可能价格都不好 对 他宁愿自己先这样处理 那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想 就是有提他现在的那个香港特首 这一次的Airpac就拒绝发签证给他 嗯 我就不让他去 就直接不让他去 因为他 他们觉得你就违反人权自由 嗯 就不让他去 但其实我觉得那特首应该也没差啦 只是他的特首理由是说他有事不便参加 对 他也要也要就是 也要自己有个台阶可以下来 挣一点面子回来 对 所以我就呼应一下于凡 就是当香港一切以国安法作为 施政基础的时候 嗯 我们之前认识的那个经济 那舞躁跳马躁跑 那个香港应该已经不在了 对 所以新加坡确实承接了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 跟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没错 而且新加坡也很积极 对 他在疫后的招商让香港倍感威胁 因为之前曾经看过新闻是 新加坡的办公室的租金 已经开始慢慢超越香港 哇 这表示因为你有 需求 对 你才会水涨船高 你有航就有事嘛 对 就是你 所以你 你那些东西 嗯 这个指标让香港那时候紧张了一下 后来就不紧张 因为已经被超越了 不用紧张 就像我们台股已经超越港股了 他确实超越 而且香港的最近的经济表现确实让人家 嗯 忧虑啊 忧心 不只忧虑 而且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捏一把冷汗 就是 中国应该知道香港的重要性在哪里 但他还是无能为力 嗯 还是任凭他这样子地位的衰落啊 就像刚刚于凡说的江湖地位已经不在了 嗯 那我相信 嗯 这样子来说 对中国对香港甚至对亚洲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嗯 而且 嗯 好 你说那些资金如果流到台湾或者是新加坡OK 但是对于香港本身的发展 我相信香港人在经过反送中这一波民主运动之后 可能很多 不管你是被迫或是自动闭嘴 可能都很挫折 没错 像其实我去香港的时候啊 就是采访的时候 当地的都对我们蛮友善的 那其实像 你很羡慕台湾 对 那那你当然会出来抗议的人 现在过了这些两三年以后 那你说刚好可能卡在疫情 嗯 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 就是说国际的没有办法来声援 那当然又发生了很多事情 包含吴尔甚至现在的以色列跟哈马斯巴斯坦 那当然大家没有办法把眼光放在这边香港的后续的上面 但你说过这两三年 其实真的当初出来抗议的人都已经离开香港 那很多人去英国嘛 因为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 那或是欧洲 像一个朋友 他最近 他就去加拿大 我认识的 就是到现在还要再联络的一个香港人 那 跟周庭一样去加拿大 加拿大 周庭也是啊 也是去加拿大 大家都去加拿大 那 他们 当然都有第二本 第三本护照 就是 做一些保命的动作 这样子 我就觉得很可惜啦 就是 香港民主运动 其实是大家还蛮期待的 毕竟它是一个国际的港口 国际的门户 那既然中国 对它 不是很有善的时候 对 本来要保有50年的 黄金时期 现在好像25年就这样子了 1997回归就这样子了 所以 可能这是中国自己 可能要伤脑筋的问题 但对于香港的经济地位 确实大吉不小 对 那只是说我们台湾 要怎么把这个机会 对 对对对 承接过来 对 那就是 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 我们的金融业 应该要有一些思维啊 有一些 做法 因为毕竟 一掌一销嘛 那 我们已经有这个优势了 好 你可能说我们的环境 真的比不上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毕竟 真的是一个比较 多元文化 或是说 比较可以 兼容并蓄的 国家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大菜池 小菜也要拿得到 对对对 对对对 就是说 在这样的环境下 我们金融业 怎么可以来 承接这个部分啊 希望他们加油一下 那这一节节目 我们谢谢于帆 跟我们聊到 恒生指数 被台股超越 它的意义在哪里 还有刚刚于帆 讲得很好 就是 当香港势力 在消退的时候 台湾能不能 承接了起来 然后用什么样的 优惠条件 或是条 或是它的竞争力 去吸引这些原本 在香港的那些万象 对 都是大家值得思考的 我们这节节目 先进行到这边 等一下我们再请于帆 来跟大家 回顾一下 2023年 还有其他的 什么国际财经大事 谢谢 谢谢 好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 简单看世界 世界不简单的节目 在我身边的是 年代新闻台的 边省于帆小姐 她今天来跟我们回顾 这2023年的 国际财经大事 在第一节里面 她跟听众朋友分享 台股加权指数 超越香港恒生指数的 意义在哪里 也表示她的 过去的亚 不管是亚洲 或是国际金融中心的 江湖地位 已经陨落不在了 那新加坡乘势而起 那台湾有没有办法 能够去承接她 甚至于 从新加坡手上 抢过来 这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 那在这个之外呢 像刚刚于帆跟我们分享那个龙婆 她说今年有一个很创新的发明 虽然她指的不见得是这个 但是我第一个联想到的是AI 对这两年就是今年AI真的是很红 以前前两年是元宇宙嘛 对不对 对但是元宇宙感觉 就是一个很快就破灭的东西 感觉是虚拟的东西再拿出来讲一次 但是我觉得AI的话就是 它可能一开始大家也觉得是一个 又来了 虚拟的东西 就是一个只是一个话题而已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实际上 是用在AI上面 而且确实有产生影响 甚至有影响到有一些生计 大家的工作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一次的AI 卷土重来势不可挡 对 这些人会觉得AI很远 或是那是 电影情节 对 才会出现的 对 很虚幻很科幻 但这一次很贴身 可以帮你做蛮多事情 而且他的思考 我知道他的那个 我们就拿大家最熟悉的 CHAP GPT来讲 他的资料库好像到2021 21还22年底 就把全球的资料库 都在他的那个资料库里面 对 所以他能够做任何事情 但是你问的比较新的 或是他资料库以外的 他没办法 对 但资料库之前的 他可以帮你整理的很好 然后 刚刚也私底下跟余帆分享 就是 我的脸书上有一个 他成立一家公司 他就请他设计logo 还蛮好看 绘图可以 还蛮好看 就说现在 他不只生成是AI 不只是可以 再帮你写一些文章 翻译啊 对啊 你输入一些关键字 像现在Google翻译 是不是都 大家都不用了 那就是说不只是帮你写一些文章 然后邀请函 或是说一些心情消云 你只要把关键字给他 然后每次出现的还不一样 那我偷偷问 如果读书报告丢给他可以吗 应该是可以哦 就是帮我摘要哪本书 书你给他这样 应该是可以 应该是可以 我相信应该也做得到 对那以后 哦你看这样都可以 是被公办嘛 那老师怎么改作业 老师也用诀实去议 不要开玩笑 老师 我要怎么教学生 请给我摘要 老师改作业现在很简单 前几天不是有个新闻 就说有一个那个 高三的模拟考试 连招 大家就是那个英文作文 就是提行数除以二 所以 所以老师其实现在也 越来越简单了 对对 越来越好做 对啊 那你说现在AI还可以 呃 你刚刚讲的绘图嘛 那甚至现在还 厉害一点 现在电视台 我们电视台 有些同业 也是用AI主播 那主持人主播 对啊 那而且 你说真的 他的样子 你可以决定嘛 自己决定他的样子 不用请一个真的主播 然后装 装法什么都可以省 对对对 就请他就是AI合成在画面上就好 对 那你看大家也会觉得说 诶 这个好韩戏 或者说这个好 你真 就说很符合大家的 审美观 那这样以后大家的审计 主播们还可以继续 对啊 还可以继续这样 你要怎么评过这些 对对对 那 嗯 包含现在有一些 歌手 是不是有AI 孙燕芝 孙燕芝 对你刚刚讲完蛮意外的 对就是网路上 像你搜AI 孙燕芝在YT上面 有一些也是 就是他之前唱过歌 然后用AI再唱一次 很像吗 很我觉得蛮 那个声音都蛮像 只是说 真的就是比较 没有感情一点 但还是可以听嘛 那孙燕芝本人的感觉是什么 孙燕芝本人 他好像是说 他也可以 他有看一下之类的 对那我觉得 我觉得这些以后都是一个 驱使AI歌手 AI动漫 AI主播 那 可是你这样当然会造成一些问题存在 我记得 我之前看了一篇报道 我们是不是讲那个 Chart GPD的奥特曼 他就是被 被迫离开 那个太夸张了 对 那我 虽然后来又回去嘛 微软就是中间有做一些动作 就是奥特曼最后回去 但我有看到就是 报道就是说 他被迫离开的原因 是因为董事会觉得说 他这个AI的发明 会有产生对人类危害的一些状况存在 那当然就是说 他们自己也开始质疑说 当你AI蓬勃兴起的时候 是不是对我们的生活 对人类的生活 就是有一些危险 那你说除了这件事以外 主播当然可以被取代 我以后 你说50岁主播 能不能赢过这些AI 那你除了靠专业 你可能就 没有办法硬做 你做得到他都做得到 对没错 对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为 那虽然说AI主播现在还是 呃NCC还是有在 看状况就决定说 这个是不是真的可以ready好了 那当然就说现在的这个 镜面还是有写说文稿内容 是经过这个电视台里面 层层的把关 不是他随便可以生成的东西 那这个是还是具有一定的专业度存在 那你说这个一步一步开放以后 这个真的势不可挡吗 当然就是对 呃环境会造成一些 呃压力存在 那 像很明显啊 之前美国编剧工会 演员工会罢工 就是有一部分是说 呃那以后是不是 电影公司找AI代劳 结果听说在罢工的时候真的有找 有找是不是 找AI代工作 真的有找 然后他们 解剧本 对然后他们好像看情况不妙 赶快结束 哦真的哦 因为当时很多引起的大骚动嘛 连演员 那大家都想说 哎那张戏是不是拍不了 然后 大家上映的日期会不会遥遥无期 确实有一些档期有影响 而且他们好像存档不多 对 但follow那个于凡刚刚的话 嗯 欧盟已经在2024好像确实要规范AI 嗯 而且他的那个字句条文的wording都出来了 嗯 但是他们就是目前还在表决 大概三分之二而已 嗯 如果全部的表决条文都通过 应该是美国会跟进哦 对 应该到时候全国都会当一个范例 对 而且美国负责的是贺锦丽 哦 就副总统那个阶纸 那很高很高 对对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对我们的影响 嗯 会很大很大 对 带来便利啦 但是背后也是会有一些忧虑于存在 因为你刚刚说数位主 嗯 AI主播 我知道你有听过数位时代 有 他的虚拟主播就叫卫时代 卫时代 很好玩 嗯 然后我觉得 其实 嗯 就套句刚刚于凡说的 呃 我们应该是去运用他啦 嗯 哦 不要担心被取代 或者是 他 那我们人类可能到目前为止不会被AI取代是创意 对 因为他的资料库都是写下来的东西 呃 我可以分享一个 好 好 就是呃 我们真的 我们真的不能被取代是创意 呃 当然不是10月10号 因为他们的资料搜集里面 大多数的国庆都是各个国家都是10月1号占大多数 嗯 所以他们回答的是10月1号不是10月10号 所以当然这个就是在一些bug还是有存在的不风险存在这样 嗯 嗯 没错啊 就是就算他solo了全世界这么多资料库 对 也不及他他重点前提是资料库要对了 对 哈哈 大数据的应用 对大数据的应用 嗯嗯 那好 我们就AI这样讲到这边啊 嗯 我个人因为我就是新闻编译比较多 对 然后我刚刚私底下跟于凡跟同事安安在聊 就是觉得因为我不太会用 嗯 但是我是觉得呃如果编译来说的话 AI会不会取代我相信会 会 但是我一直强调就是还是那个创意啦 嗯 你字句怎么安排或者是你要不要长头试或什么 我相信AI应该做不太出来 我觉得AI还有个bug 如果以编译来说 嗯 就是他的事实查核的功能可能没有那么 很低 对 没有那么强 我相信很低 对对 因为他他要求快 对 嗯 那你可能发生一个假讯息 他没有办法帮你做查核 他只能就是照如实的写出来这样子 就带到另外一个主题 因为刚刚于凡也有跟听众朋友 你想要分享有关选举讯息 有关AI生成的假讯息对不对 对 我觉得因为现在的选举快要到了 其实我觉得今年 除了一些跟以前一样的一些选举的问题 除了花招以外 对 那我觉得今年可能大家发现了一个就是假新闻嘛 或是说变造的录音档 而且我觉得影片很多欸 对对对 变造的影片 几乎已假乱真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些其实像现在大家都呃端影音的时代 很多端影音就是在手机这样流传流传 那有些就是说你这样传 其实大家不知道这是真的还假的 其实像一开始的时候 像柯文哲不是有在骂那个赖清德的录音 然后大家后来就说欸这是假的 因为真的声音是不太像 像这个你还可以查 稍微辨识出来 对因为那个真的是不太像这样子 但是后来就是还有看到赖清德的影片 就说端影音在网路上这样子传播传播 但你不知道那是真是假 那你说如果今天你要因为这样子 写一个新闻报导 或是一个发想一下你的心得 你请这个AI来写 但他也没有办法做辨别 那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人工去做处理的 那比如说以图搜图嘛 就是说看他到底在哪里讲 就是从这个他的图片里面 然后再去找到原始的资料 像这个部分我觉得目前是还没有办法做到的 应该可能还是我们人 要去做 存在的价值 对对对 但我相信AI会越做越好 因为他的那个model 他自己会在进化在学习 对对对 因为他的资料会一直一直灌进来 灌进来灌进来 对他的model他会自己学习之外 他的那个产出的结果会越来越好 对 那我是比较担心是当真的有一天 AI所产出的东西 我们连事实查核都发现OK的时候 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需要担心的事情 对 因为可能 这好像是电影情节的某一个 那就是说AI全部被控制我们的生活 然后人类要怎么反扑的感觉 是啊 那难道要就把所有电脑砸掉 就不要让AI存在的电脑 我们就不要用电脑 除非不可能啊 对这不可能的事情 那除了AI之外 嗯 宇凡还想跟大家分享 2023你觉得还有什么重要的趋势吗 2023还有重要的趋势 我觉得除了AI以外啊 我觉得还有就是 呃 我们还是可以讲一下 就是说 嗯 台积电啦 台积电现在就是我觉得 也因为受惠这些AI科技类固 嗯 所以 真的 很有 很有一些 呃 话题可以聊 就比如说像 我朋友啊 就是 在某家 呃 受惠AI的公司上班 他就说 诶 除了疫情期间 除了航运 现在AI啊 加上这个 在家上班 就是运用到一些AI 或是线上的一些工作 其实这些都是受惠的一些族群 他们就是员工 哦 听说这一两年来 也加薪 加了两三次 真的是 你看 像我们现在台湾的首富 也是AI公司的 呃 林百里先生嘛 广达的部分 其实这个都会有影响 那比如说 市值啊 都是增加的 包含 呃 台积电 那 这个部分产能啊 或是运用都会变得很多很多很多 嗯 所以你看一个AI的概念 而且我真的觉得今年的AI真的比较贴身 嗯 比较是真的 实用啊 实用 对 就是大家切身觉得它真的存在的 对 不是以前就是你说的电影啊 或是那种虚无缥缈 大家看得到用不到的那一种 就是电影情节 嗯 这一次的AI捲土重来真的是 让大家很有感 或者说你像你以前 你可能觉得最靠近AI的时候 是戴个眼镜 就是那个 虚拟实际的那种 对VR眼镜 然后你在那边感受一下那些 哈哈 但你现在是直接你的工作 嗯 就可以使用到这个变见 然后像你刚才说 嗯 歌唱也是 对 然后主播 对娱乐 然后你的可能阅读 生活各方面都是AI AI开始进来 没错没错 我是希望AI能够进来解放我们那些 比较固定的劳务 我们可以比较自由 但我我我我担心也是跟刚刚跟于凡谈到就是 我担心的AI的是就是它控制了我们的生活太多 对对 这个我觉得是不好的 像我觉得AI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工作 像我的工作主要是新闻的除错嘛 嗯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AI可以做第一线的把关 或者是你可以训练你自己的AI model 对 让他帮你 对 那他可以先做第一线的这个处理以后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线第三线做事实查核的部分 我觉得这样就是很轻松 那就等于说 诶第一个OK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做double check 其实这样就是多增加一道关卡的意思 对你有省力 对对对 因为我知道现在亚马逊很多的 他们要生产AI晶片开始客制化 嗯 自己的AI 就不是跟其他人一样 对对对对 然后那就带到我们另外一个人 那这个人我觉得因为这一节节目关系 我们留到下一节来讲 我们来讲黄仁勋 哦黄仁勋OKOK 我觉得他如果 赵元南 对 赵元南他如果不是 今年不是Taylor Swift 他是风雨人物的话 对 我觉得黄仁勋可以 对 他可以成为那个2023年的风雨人物 那我们这一节节目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 你看光个AI就可以聊那么久 嗯 因为AI确实已经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 那我们下一节节目回来 我们就继续请于凡来跟我们分享 有关黄仁勋 你说这位赵元南 跟其他的6023国际财经趋势 谢谢 好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一份93.1台北广播电台 简单看世界世界不简单的节目 今天我们请年代新闻台的编审于凡 来跟大家回顾一下 2023年的国际财经大事 在第一节跟第二节的节目 我们分别探讨了 嗯 跆拳指数跟香港指数的关系 还有意义在哪里 嗯 那再加上我们刚刚第二节 整节都在讲AI 那我们就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而且他本身也是出自台湾 大家想到可能除了苏之锋之外 对 大家就这位老兄了 黄仁勋 对 赵元南 那嗯 于凡你今天聊聊黄仁勋 你对他的感觉是什么 黄仁勋 跟你今天一样都穿皮衣 哦对 因为我是因为现在这个天气要冷不冷 但他是好像不管 他不管冷热都穿的那件皮衣 他都不管都穿皮衣 那当然是因为现在AI新奇 那他就是串出来了 那来台湾就是很展现一些亲民的作风 然后人家两个小女生弹唱 他也过去跟他们凑着 对对对对对 让大家这个影片就流传 然后 很亲民 对然后他也是Morris的好朋友 就是台积电创办人张忠勋 张董啊 对对对 那听说淑芬姐都做菜给他吃嘛 对那这些都是一些小故事 那其实我一开始啊 第一次大家知道这个人的回答 那其实他常常出现在新闻里 但是一开始大家都不太吊他 不太注意他 例如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台积电到亚利桑那州 就是设厂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就有去了 然后他有上台讲话 但那时候 谁在乎他 没有人在乎他 因为大家都在聊张忠勋那句 全权话的意思 对对对 然后或是说他们的两位 董事长跟总裁 在那边讲了什么话 然后台积电到美国设厂的代表意义 那时候没人在乎黄仁勋 那其实黄仁勋那时候就有去 他在场啊 对对对 然后他也有跟媒体分享嘛 对然后后来呢 是因为他来台湾以后 就说哎这个人就是在夜市把把招 然后 我觉得他的身边的团队还蛮有意思 哦对啊 他帮他拍这一些 就是蛮亲民的对不对 然后一个人在那边拿着红白塑胶袋 还有那边小吃 在那边走走走走 就没有一个架子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是大家第一次夜市小吃的时候 开始好奇他 对然后就去翻翻翻就看到他那个两个小女生 跟他那个他点歌的影片嘛 那小女生那时候 电影的歌啊 对对对 还重新录了一段给他听这样子 就是才会说 哦原来黄仁勋这么亲民这样 那后来呢 他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的公司的市值水涨船高 所以换算市值台湾就是 大概台币一兆 所以就是有了一兆元这个封号 那我觉得他来台湾几次 跟苏志峰比较不一样 他就是比较敢秀 敢露 敢讲 那苏志峰上次来就是比较低调 超级低调 对对对 那就是两个都是算是 台南人 对然后又是 主要是公司的负责 负责的负责人这样子 那作风真的就是 差蛮多的 那后来我就是有看说 黄仁勋啊 就是大家除了去追他 吃了什么 然后跟 玩了什么 喝了什么 对对对 去哪里 对然后 在台北去哪家吃 每次来都要吃的一些 小吃或是餐厅 定位都爆满 对啊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我朋友约吃饭 我朋友就说 他们约好要去黄仁勋 他们那家餐厅吃饭 他就说 嗯就是但为了友情 还是来跟我们一起吃饭 就是说舍弃了公司的那个 去黄仁勋 他们那个餐厅吃饭的 一个约会这样子 他就说 那我就说 那只好就是我们这边结束 你看看那边还不可以 赶过去 对对对对 就是再去追一下行这样子 那大家都觉得说 跟这个一兆元首付 这个吃的东西一样 感觉好像也有一些 可以有一些他的这个 追粉丝的这个概念在这样子 那后来其实好像说 追了一下他的资料以后 他才知道说 原来他小时候是在台南出生的 然后五岁以后 好像被爸爸妈妈送到泰国 送到泰国之后再去美国这边求学 那他比较特别是说 因为亚洲人在美国都是比较瘦小嘛 所以他当然有接受到一些 呃不平等的待遇 然后资料就显示说 他那时候就是被逼着去扫厕所 那伟人总是有一些你知道 过去的故事 造就他的成功 他就说他在扫厕所 你用河边看鱼吗 对对对对 就是说扫厕所的过程中呢 他就是学习就是逆境求生这样的 然后用自己的一些 个人魅力 就比如说他会用他 呃很厉害的成绩 他就说 嘿那我就认真念书 然后呃去 呃让同学们就是接纳他 或是说教同学功课这样子 那所以他的求学过程 大概就是有这些 伟人这样念书的故事 不一样的小故事 对对对 那他后来就是 很自然而然的 就是到了这个产业界 就一路求学都是跟 晶片这些有关 那他现在成立的这个公司呢 呃本来是做一些晶片嘛 大家都知道CPU这些的 但现在因为AI的兴起 所以他现在几乎整个公司 都在做一些AI的研究上面 对对对 那他的太太也是他唯一的女朋友 对那就是 这个故事也是蛮浪漫的 伟人好像都是这样子 那他有一个小孩 呃有两个小孩 一男一女 男生就是有在台湾开过吧 这个好像就是现在已经写业了 当时也是有一些新闻在 对对对对 那现在好像都 呃回美国去了 那嗯 因为AI这个还是 势不可挡 那他就是说 除了说 他的代工 第一个就是选我们台积电嘛 那现在还有三星 就说好像还要再找第三家的代工厂 这个就是也是希望有一些分散的 风险 对对对 那另外他最近有个消息哦 就说 哎这跟我们 前面几集讲的 那个中国经济好像有关系 嗯 就说他也要到越南 设立一个晶片的中心 那这些都是有一些 产业界的消息 就说他现在有一些新的一些 布局跟想法 对 对 那 大家也知道他每次来 就会跟张忠谋 其实也是一个顾 顾庄的表现 哦 对对 我觉得 他们就是已经从 拜访厂商 对对对对 已经从客户就是 的关系 变成好朋友了 我觉得这也是很难得啊 这样子 嗯 黄文勋 我知道他是除了就是 YouTube那个影片之外 对 另外就是 于凡刚刚说他的市值 公司的市值 哇 水涨船空 对一直超越一直超越 那有一阵子 几乎是跟苹果 或是微软两个在 就是互相 上下上下上下 那个那个让我 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然后最近一个新闻 我对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他 选择跟亚马逊合作 哦 亚马逊好像自己本身 他有那个AWS 嗯 他的自己的那个云端 嗯 他自己本来也想要 自制晶片 嗯 失败 嗯 很遗憾的失败 嗯 我觉得 晶片没有那么好制作 因为 对 大家想的太简单了 对 你说 呃 我们台积电好了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啊 就在讲我们台湾的一些 呃 细导的故事 当然 晶片战争吗 呃不是不是不是 呃 另外一个 那当然就是讲到 一定讲到我们细导 一定会讲到台积电嘛 那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嗯 这本书 可以分享两个故事 就是我看 我现在只看到一半 嗯 那一个故事就是说 书名是什么 忘记了 对 哈哈 没关系 不好意思 我最近 太久没有把那本书拿起来看 故事你讲 我如果当时观众朋友 就是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我在那个 好提供给大家 对对对 分享 呃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每年台积电 最重要 当然不讲疫情那几年啦 嗯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 就是运动会嘛 就是这样 运动会就是展现一个 员工 的一个活力的表现 那运动会里面最重要的项目是什么 就是张忠谋最care的项目 就是大对接力 那大对接力这个就是 展现自己 这个部门 有没有办法一起团队合作的一个 展现 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就是各部门各比如要竞争的一个机会 那很多部门呢就会想说 好 那我要在这个项目中呢 努力获得第一名 让老板们看到我们这个部门是最 可以解决问题 呃 的一个单位 那有一个副总呢 他就说 好 为了要在这个项目中获得第一名 那我就是请了一个体育老师 来帮我 哦 可能前一季比赛的 因为十月嘛 十月通常是 那个运动会 那前一季前三个月的时候 他就请了体育老师 这么认真 对来帮我 比如说 我们要参加这个大队接力的五个人 那我要来训练他们 怎么样跑的 从他们跑步的 然后来改正他们 怎么样加快他们的速度 或是说 呃 从这里面选出最会跑的人 然后调整棒次 甚至是拿棒子的那个位置 嗯 就说要怎么拿可以 哦 本来就说 省时 对对对对 我举例好了 这样如此一来呢 就是从三分钟可以提高到可能两分四十五秒 时间可以说短 对对对 为了这个第一名 哦 我们就听了就觉得说 这样已经很厉害了 对不对 我已经超前部署了 就是为了要在这个比赛中得到第一名 让张春模看到我 但没想到呢 结果呢 他比了还是第二名 为什么 因为第一名的那个部门的副总 听说更厉害 因为他直接呢 就是比如说十月的时候要比赛 他年初的时候呢 就请体育生来工作 已经变成他的员工 所以呢 就直接体育生上去跑 下去别 哈哈哈 所以其实 这根本也不用教 对 这个就是他们本来就是体能上是比较 先天优势的 那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 其实台积电在 在他们的服务 或是在他们的处理客人的一些 客宿上面 其实他们已经超前部署 已经 呃 你已经觉得他们想很多了 但没有 他们实际上比较想的更多 难怪会变成霍国神山 对 那虽然说很多人就说高压的环境 但其实你 你不可避免的 他们就是有这样的 而且你管那么大的企业 对 而且那个 晶片制程是非常非常精密的 你不高压可能 那尤其是说 嗯 我们为了要取得这些 我们台湾的一些优势啊 嗯 那一般我们都知道生产是三班制嘛 888小时在这边做 无诚意啊 对对对 但现在呃台积电那时候会到引头赶上 就是成为第一名的时候 他们连研发都是三班制 就是说 也是888小时 那甚至夜班给的补助 或是薪资或是福利 是更为优渥的 所以这些都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这样子 所以你看第一名得来不应 嗯 对对对 不是轻轻松松说 啊李国鼎啊谁扶植 嗯 就起得来 嗯 当然 也有一些阿斗啦 可能扶植 哈哈哈哈 但我相信台积电这样成功 除了本身Morris章自己的 他们本身员工那些自己自我要求 哇那个 把体育生直接纳来当员工 对对对 那个那个 我确实思维就跟人家不一样 嗯 我就不用再另外请人来啦 他就直接 直接我的员工都下去跑 对对 就代表我们BU下去了 对 这是一个一个思维 嗯 你看我们可以从黄仁勋 然后可以跟苏之锋的对比 嗯 然后聊到台积电 对 我确实呃 在尤其在疫情更凸显 尤其车用晶片那些短缺的时候 更知道我们台积电原来 哇 他原来这么重要 我们知道他很重要 他也是 因为毕竟挂个台湾嘛 而且他的晶片产能确实 而且张周某也是个icon 对 可是应该是在疫情 大家更确定也更知道 哦原来台积电不只对台湾对世界那么重要 嗯 没错 那这一集节目我们从 呃 香港恒生指数被台股超越 嗯 然后还有AI 华仁勋一直聊到台积电 嗯 其实我觉得 这三 这四个事件 共通的一个就是 嗯 相信自己啦 嗯 你如果 包括AI也是 如果你觉得AI会被取代 不一定哦 如果你哪一天 AI可以被你所用 然后我相信华仁勋 不管是他上厕所啦 或什么 哦 他他毕竟也是靠自己 对 那Morris Zhang更不用讲 嗯 然后本身就是 就是从德宜出来的一个 一个一个那个 很厉害的一个人物 那台权加加 台股加权指数也是 嗯 在2023年 今年这样看下来 呃 台湾的表现 其实我觉得 我们台湾的社会 是一直蛮有生命力 蛮蓬勃的 嗯 没错 没错 但呃 可能有些政治的影响 但我们是希望 那些政治影响 越来越少 嗯 然后经济的 经济力的一些 发挥越来越多 嗯 然后我们的公民社会 也发展的越来越好 这才是我们每年 去回顾这一年 最大的意义所在啦 嗯 那今天 节目关系 我们非常非常谢谢 于凡 跟大家分享 回顾2023年的 国际财经 然后呃 各位听众不妨也列 拿出一张笔 或者列出你今年 让你最有印象 或最有感的一个 呃 前五名就好 我们的国际事件 经济事件 呃 外交事件都可以 然后你本身 这对这五个事件 你有什么感觉 或是你自己什么解读 都可以让你去 作为你自己的资料库 然后每一年每一年看 你就发现 哎 原来我看事情的能力 稍微进步了一点 嗯 然后可以延续一下 趋势嘛 然后看一下 明年有没有一些新的 可能可以再做一些 更新的部分 对 因为于凡说得很好 那事情不会突然蹦出来 对 他一定是有连带关系的 嗯 也许 你在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 发现 隔年来看 哦 原来就是从这边删出来的 嗯 都有可能 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谢谢于凡 来跟大家一起回顾2023 那也希望大家的2023 过得都很好 然后展望2024 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